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今天苏打马兰MGZS就是我一天的代步车 因为我们今天的行程非常非常的满 那我觉得不论是在都会间的穿梭啦 然后以及有时候我可能要去百货公司啦 然后巷弄间的穿梭 甚至于我跟姐妹约了下午茶 可能在半山腰 那这时候我觉得其实这台车蛮适合的 而且最近因为话题性非常非常高 化界的这个修理车里面啊 MGZS啦 或者是像Toyota的Yaris Cross 可是呢 MGZS呢其实从上市到现在啊 其实它短短9天的时间好像就接单超过了 就是1000台以上 真的是蛮厉害的 车头的部分啊 它虽然是小车 虽然是Entry Level的车款 可是呢其实它一点都不入门喔 包括你看前面水箱护罩面积很大 之外呢它有非常高质感的 高光泽的黑色蜂巢式的一个水箱护罩 然后呢 头灯银石之翼 全LED的 以及车尾的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雨翼式的尾灯也是全LED 全车呢只有一个地方是传统的光源 那就是雾灯的部分 可是它的雾灯喔 它也有就是当你在转向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照明的辅助 这个在小车的部分啊 其实很难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照明的设备 然后你看它的胎圈的部分啊 我觉得也很漂亮 虽然它是17寸嘛 可是它却有双色的 你也不用事后再改了 我觉得就很帅了 然后Careless 标准配备 因为它唯一选择 就只有74.9万这样子的一个车格 那它没有说入门啊 中阶啦 然后到顶规可能才给你这个Careless 然后以及在车顶啊 它有一个这个行李架 这个行李架有实质的功能喔 可以承载75公斤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想要让扩充你的这个行李箱的空间 你可以背一个书包在上面 车尾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它也有 车尾也有雨刷耶 来看一下行李箱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ZS 其实它虽然没有这个电动的尾门 可是其实它开启的方式很简单 这个很有质感耶 Logo按下去之后 就直接可以把它打开 其实是蛮轻松的 那打开之后后面这个行李箱的空间 有448公升 可能没什么概念 但是以在这种跨界的休旅车 这种小型的SUV来说的话 我觉得表现其实可圈可点的啦 然后如果你把这个杖板往下收 看到没有 这样往下收它可以多出很多的空间 变成528公升 甚至于呢 你看它这个高度啊 有超过11公分的高度 对于如果你有一些那个 比较高的物品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弹性的空间 可以来做变化的 然后如果你想要放一些更大的物品 例如你有养两只狗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把后座椅整个就是倾倒 哇好棒喔 如果你是单身贵族 然后又是游泳两只大狗的话 其实我觉得ZS非常非常的OK耶 虽然你的是HS 对 我觉得ZS也可以耶 我想到它看起来比较小 但是 它的容量真的是蛮大的 你们可以坐下来休息 但它们一直想要爬下来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空间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的延展性啊 是真的是蛮好的 你看如果你养两只狗狗跟我们一样 就稍微铺一下那个保洁电的话 然后它们在外面 我会觉得这台车小耶 哇太棒了 看看 其实ZS啊 它可以说在同级里面啊 拥有非常不错的这个 应该是横向的空间 所以你看喔 它比一般的正常人 我这两位少爷 比一般正常人的体型 还要再稍微大一点 对不对 我知道 Romeo 可是我坐在中间 我觉得非常的OK 所以你们全家 如果后面要坐三个人出游的话 你回来 因为它身形太长了 这个这个椅面对它来说 稍微短一点 可是你看哈迪 它就是坐得非常的好 是吧哈迪 你超棒的 你根本就是个演员狗 因为它们这两只道高 非常非常的怕热 所以你看后面有冷气出风口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因为有一些车 其实没有冷气出风口 好 来给你们吹 那其实它中间的果领啊 虽然有一点点高 但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全景的天窗 所以呢 即使ZS 它虽然走距只有不到2米6 但车长4米3 可是车内的 你真的有感觉 有那种中型SUV的感觉 有两个拳头 不 有三个拳头 如果在这个全景玻璃天窗的下面的话 是不是很棒 为了家庭烧响 什么叫为了家庭烧响 我们家庭又新增一个成员 是萨摩椰犬 Romeo 那它是一个小男生 可是它个子很大 很大 所以呢 我就决定说 要换一台休旅车 所以我就选择了 最近很火的MG 那第二它的马率上面 也很有诚意 给了180匹 算了一个 外面好看不行 不够嘛 我们的里面 它的标配是全满配 这台车让我满足了 进口车里面所能 有的一些豪华 对 不管是内装 还有行驶的感觉 那你有去保养过了吗 我目前保养1000公里 那里面的保养人员 也有别于传统的车厂的保养 他们像MG的保养的弟弟妹妹 年纪都很轻 然后很有活力 那我们待在那边 就觉得蛮舒服的 不会说很沉重 我还蛮喜欢MG的后勤 所以你就是后勤 它的服务态度也很好 喜欢喜欢 很贵吗 不用钱耶 有一些红利点数 譬如说像生日啊 牵车啊 圣诞节 它发给我们一些红利点数 那都可以去折抵现金 所以基本上保养上面可能 你是用红利点数折抵的 对 所以它的真的是软硬体部分都很给力 嗯 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啊 买入门车真的好幸福喔 因为入门一点也不入门 因为其实台湾的市场虽然小 可是竞争太激烈了 所以你看像MG的ZS 它虽然是Entry Level的车款喔 可是在车内的质感 有一些地方你还是看得出来 它是比较入门的 例如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塑料的地方 可是呢 譬如说我手可能会碰到的地方 门把啦 或者是这个地方有可能会碰到 它都是用一些大面积软质的材质 把它包覆起来 连方向盘上面喔 你看这车缝线啊 平靶的方向盘啊 就比较有运动化 然后呢 还有一些类卡帽式纹的 这样子的这种软质的皮质包覆 那甚至于你看连排挡杆上面 它都还有一个MG的这个补水印 这样子的感觉 只是有些小地方啊 例如像这个方向盘呢 上下可以调整 前后没办法做调整 再来我们来看看 我说为什么入门的车款一点也不入门 它有驾驶座的垫条 所以驾驶座在入门车款里面 竟然有垫条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了不起 光这个我就可能会买单了 还有呢 在这个驾驶座这两张座椅 还有副驾的地方 它竟然也有加热的功能 啊为什么不换成就是有通风的功能呢 可能要有鼓风机这一类的东西 也许成本就会比较高 可是它不用附加热 其实就很热了 因为它是皮质的啊 所以也不是太通风 好然后还有前方的这个 数位的仪标板 其实面积不算大 可是呢我觉得非常够用了 然后资讯也显示的非常清楚 那前面这个地方它是10.1寸 是目前你看到的 算是跟竞争的品牌来比的话 它给的算是面积蛮大的 只是我觉得这个的角度 我变成我这样一开车的时候啊 我刚刚在看导航有没有 我的眼睛就要这样往下 我就是感觉好像我在睡觉一样 是要往下的 好就是可以稍微再往上一点点 因为它的空调 就是它的出风口是在这个地方 有点稍微上一点点 我觉得可能会更直觉一些些 我自己心里的感觉啦 那当然这个萤幕啊 其实它的画质真的说实话 没有非常的好 可是呢它真的给你的东西都很多 有中比没有好 这个部分我觉得OK啦 然后还有在这个 现在因为很多是触控萤幕 有一些车厂啊 刻意的简化掉它的很多的按键 尸体按键 但对于驾驶者来说的话 其实不见得是触控的按键是比较好的 例如像我们最常调的空调啦 好就是风量大小啦 或者是温度等等 那在ZS上面啊 你有三个地方可以调整喔 按进去之后马上就跳出来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它一样可以调整 这个地方 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有实体按键 实体按键给你做调整喔 好风量大小 哦它没有恒温空调呢 所以你就必须要随着你个人的 就是温度现在到几度不知道 虽然不是很温 但是我觉得结果论 就是车上每一个人都不会觉得热 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 你不用说真的为了看到温度 然后后面人热得要死 那我觉得那也不是太好 好其实它车内啊 都有很多小小的地方可以放东西 例如前面啊 你有一个小地方可以放手机 这边放饮料 然后后面可以放小杂物等等 然后这个中央扶手 其实里面的空间也不是太大 可是旁边门把旁边也有一个置物空间 然后同时呢 它有一个贴心的地方是 它有两个凹槽卡槽的地方 你可以放你的悠悠卡啊 停车卡啊 其实都可以放在这里 我自己个人比较有感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因为有时候我试到一些车啊 那因为我的腿 就是我的膝盖这个地方 是骨头比较凸的有沒有 那我常常会有一些车啦 就是开车的时候会去撞到这个地方啊 然后回家发现烏切 可是呢它有刻意的把它包起来 有用软直的这样包起来 所以当我开车的时候撞到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起码它有稍微保护一下我的脚骨啦 这个还不错 今天是一个伟大人物的生日 车界的扛把子好不好 金牌车评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去红叶蛋糕 因为老板非常喜欢吃红叶蛋糕 所以呢 我们现在出发到仁爱路去帮他拿蛋糕 请问一下为什么 方向盘一直要偏左 不是 因为它很奇怪 它其实它有车道居中 60公里以上有车道居中 但是60公里以下 它其实有TGA 就是道路庸色的辅助系统嘛 但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车子的定位 可能之后要稍微处理一下 因为它会一直往右偏 那尤其刚刚我们在隧道的时候 方向盘一直往左边 就是一直在跟它拉车 但基本上我之前试过HS 我觉得它的车道居中是做得很好的 可能是这台车 因为太多人开过了 定位上面也许有一些些问题 然后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ZS的车主 因为我们刚刚拿到车的时候 不知道是前面哪一个媒体 还是哪一个试程的人 它竟然从这个荧幕裡面 它去把那个驾驶辅助的设定 它把车道比如说居中 把它关掉了 然后只有车道偏离的辅助 或车道偏离的修正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只要警示你 或者是你要让车辆 帮你稍微修回来 你也可以这样做调整 或者是你也可以设定说 让它车道可以居中 就是让自己去选择 你自己喜欢的 但如果你想要达到Level 2的话 基本上你就一定要全部都开启 那我觉得这一套MG Pilot 说真的非常的成熟 第一个它的ACC自动跟车的辅助系统 我觉得做的也是很细腻 你看像我现在 就是从70要提速到90的时候 前面有车走了 前面有车进来了 你看它都是慢慢的提速 它不会是过度的 就是有那种爆充的感觉 连盲点侦测你看 在74万这个集聚里面 它有盲点侦测 而且不用顶规 不然因为它是唯一就一个规格 它就是一样给你盲点侦测 然后我觉得 国产的小型休旅车里面 你想要有Level 2的半自动辅助的话 基本上也只有HANA的HRV 以及MG的ZS才有 可是因为HRV也到80万以上了 你74万你要买到 我觉得这一套真的相当成熟 只是我觉得它操作的时候 你第一次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复杂 因为它是在这个 你的灯的下方 它有一个杆子 一开始拿到车 我会觉得有点复杂 但是其实 因为在一个小时之内 我就可以完全适应 如果你是车主 我觉得时间 就可以让你很快就去适应了 就像有人开手排车啊 假如就是永远在那边很忙 可是这也算是一个乐趣吧 是不是 你们看喔 像这个ZS啊 它有电子手刹车 然后它也有Auto Hold 可是它的Auto Hold 蛮妙的 就是一般我们在开这种车啊 比如说你要让它低速滑行的时候 如果说现在这样停着 我现在往前行的时候 我稍微加一点点油门 你看它很不甘愿的放开那个Auto Hold 你知道吗 就是它夹的那个力道比较重 所以你就必须油门要踩比较深一点点 这尤其是在倒车的时候 那因为你打开了Auto Hold之后 你在倒车的时候 你变成油门要深踩 跟一般喔 就是其他的车辆设定 就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如果你会觉得这个部分 让你开车起来的 顺畅性不是太好的话 我建议就是你要是ZS车主 你就直接把它关掉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另外我刚才也试了一下 就是它方向盘不是可以轻盈 然后标准跟比较重手吗 重手真的还蛮重手的 我是因为我是女生 所以我觉得开起来是非常有感的 但有一些其他男生车媒是说 好像还好 可是我觉得真的有蛮明显的感觉 你们看我遇到车友耶 我们后面是墨鱼黑的耶 所以黑色还蛮好看的耶 我蛮建议大家可以买墨鱼黑的耶 好帅喔 拜拜 乔玉车友太厉害了 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 你们听到这个车门很厚实 其实它车门还蛮重的喔 所以呢它也造就了什么 它可以让车内的整个隔音的感觉感受 所以我们特地的帮大家进行了 真的是用分贝器去测车内的噪音 那我们每次都是站在中间的位置 然后也跑同样的一个区间的路段 也就是在那个隧道里面 那我们取得成绩 很可怕 我们有车过CRV 我们有车过HRV 好像还有那个Fit 好然后结果没想到 这台车 它是我们现在目前测试的分贝里面是最低的 我们先从上面数据来说 你看到上面数据120的最大马力 然后扭力是15.3公斤米 然后它搭配了这个CVT 然后模拟8速的变速系统 其实说实话 我现在在山路上面 我觉得我开起来的感受 比在市区的时候的感觉要更好 我先讲我在市区 起步低速的时候 会觉得它车身的左右摇摆 怎么感觉上面是会比较多的 可是在山路上奇怪了 它的悬吊又开始撑得住了 怎么会在不同的路段 它其实在悬吊系统上面 有不太一样的感受 也许可能是因为它的行程的设定 以及它阻尼的调校上面 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 然后你在山路前 你不可能开这种车去沙湾 然后去标速等等 因为它的120匹 虽然是跟好像HRV差不多 对不对 然后比Yaris Cross 还要106匹 还要再大一些些 但是这个急距 说实话它的动力真的没有非常大 骑步的时候我觉得要有点技巧 如果你是大脚油门型的 你是黄金重右脚的话呢 你会觉得HR骑步呢它你没有力量 但是像我们开车 女孩子呢开车是很轻松的 就是轻轻的油门顺顺的给 它就把那个动力就给带出来了 但是如果说譬如说在60以上 其实你要再加速的时候 说真的喔你油门才深啊才到底啊 它不太会理你 你就是要给它时间 让它慢慢把速度拉起来 你毕竟74万你要要求它是怎么样 0百加速要5秒内吗 不可能啊 但是它这样的搭配起来啊 对于一般比如说新手驾驶 或者是第一次买车的人 或者家里的第二部的代步车 或甚至于女性的驾驶 像我有很多我周围的姐妹 全部都是单身 他们呢以前可能是开先备车 可是现在可能要换车的时候 像我那个朋友是开了十几年的 Mitsubishi的Vencer 还是就房车 他就是也最近就是一直在 他要换新车 他有太久换新喔 5万块钱 所以呢他那时候去看了这台车 他觉得他自己个人感觉 他觉得说欸74万9 然后拥有这么多的配备 然后他也去试车了喔 他就说虽然说动力真的不是说太 非常的丰沛 可是在市区里面停停走走 其实是OK的 然后再来加上呢 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 这个地方 上次我们市场是EQE SUV 它也有这边就是可以放行车记录器 它有个USB孔 就是可以让你呢 可以把整合就是那些接线啊 可以弄得非常的干干净净的感觉 这些小地方啊堆叠出来 你真的很难想像 你74万你可以买到这台车 好啦就是优点其实真的多到有点数不完 可是你说有没有缺点呢 其实当然也是有 我觉得还可以再加强的地方 例如 没有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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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半个挂钩 所以呢我的换的衣服啊 我竟然是挂在后面那个把手的地方 后行李箱也没有挂钩 然后呢 它的这个Auto后的部分 是有一点点顿顿的 的感觉 以及呢副驾呢 你跟副驾感情很不好 因为副驾呢永远都是用鼻孔在瞪你 超高高 很高耶 还好今天不是怀宾来 对 其他的同级驱的来说的话 其实副驾真的位置都偏高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设定 而且它是没有办法做调整的嘛 对不对 它没有像我们家只说还有电条 好那再来在保养的部分 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因为刚才呢 其实我听我的好姐妹跟我讲 我才知道说 MG很厉害耶 它竟然还会在特殊的节日 送你一些那个红利点数 然后你可以拿红利点数去做那个 保养时的一个折抵 还有MG才一年喔 它竟然在台湾已经有18个展间 而且有22个保养厂 就有22个服务厂 很厉害耶 那在未来的这个五年 他们的计划目标是可以到达 50个展间 然后以及50个服务厂 我觉得因为你有这个销量的支撑 然后呢客户的反馈是很正向的 那当然这个经销商就很愿意 投资一些钱一些费用 在上面去建置这个展间 也能够服务到更多的消费者 加入MG这个行列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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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